詩家哥之大夢想家,Hello大家好,我是葉文輝啤梨 Hello,教主陳禮善 教主你好,剛剛過去的幾個星期,我們過了很多很精彩的節日,有母親節,有不同的節日 教主你過得開心嗎? OK,因為我跟我自己的太太,當母親就慶祝了,出到商場好像不太多人 OK,有好有不好,以前母親節不用訂餐吃飯,現在好像比較容易,但也不一定很容易 是,可能側在一旁,以前你見到整個香港任何一個角落很多人 現在就側在某些位置,有些位置都很靜下 是的,有個現象,我們駕車有時都見到 我覺得應該是幾歲分流之後,令到全香港的交通順了 但另一個現象,逢週六日,駕車就好像少了些車,又少了些人 去哪裡都好,行程可以預計得準一點 不知教主會不會跟我的同樣的感覺 最初作為,譬如我們都是經常駕車 最初覺得很開心,很開心 然後慢慢就開始,心都脅不脅,會不會太暢通 不如忙一點,我不介意塞車 是的,因為此聲有些改變,人是很奇怪的 雖然變幻才是永恆 但我們有時開始以為,好像不是在香港,好像去了外國 其實這個現象是因為香港人少了,還是人都走了 兩元都有可能 你說回去不同的地方旅行,回內地消費也好 或者消費也覺得現在的日圓很便宜 走一旅行也好,都是少人的 但我想知道教主,因為現在我們不只是香港 全個環球都是經濟不好 沒錯 會影響很多事情,譬如設計或裝修行業 是不是都有一些事情發生 這是真的整個全球的問題 包括打仗,包括大家你鬥我鬥,地緣政治 甚至乎之前我們的內需,中國內需 內地的需要都很蓬勃 但是現在好像香港得不到這樣的幫助 而且好像在一些轉的期間 又未找到新方向 但是又好像有一句字很好形容 很煙門 很煙門 有時我們都發覺 我們的客戶決定一件事都久了 沒有以前那種很積極 還有很多事情做 不要煩惱了,快點搞定 但現在可能他們的時間都多了 經濟又不好,自己的心情都不好 所以我就很特別覺得最近的客戶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你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自己是會有很高的情商 以及要有很高的耐性 尤其是我們做設計裝修這個行業 是給很多行業 都必須要有更加多耐性出來的 是啊,因為都有很多溝通上面的機會 如果不要耐性 又或者大家好像停滯不前的話 設計就去不了下一步了 會的,會的 因為你問題多了 而你是沒有耐性回答出去 有時我都曾經提過一句說話 就是聆聽、傾聽 你聆聽就是聽完之後 聽完就好像算了 傾聽之後呢 我們要談過,聽完你說什麼 我還要回答給你 這樣才是屬於一個互相情溝通 在我們設計的行業 這個行業 這個態度和這個心態 其實我說了出來 好像很容易說 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包括我們不停地去造成文化 然後開始我們公司的人 就明白什麼叫傾聽 是啊,但我亦都最近 留意到市面上發生的現象 都想問教主 因為市道不好 有時看新聞就說 有些裝修上面的問題 例如又說有裝修騙案 當然裡面有很多細節 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說有些牽涉黑工 總之臨臨種種的 是,可能就是這個原因牽涉了 本來在正正常情況之下 沒有這麼多事 我們大概有想過 大概有分析過 就因為可能那個 duration 那個 黑談的時間多了 那客戶呢 本來應該是好了的 但是呢 反過來講 他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東問西問 周圍去問 問完之後 很多時候人是很奇怪的 問那些東西回來 但是他又不會分析那些 是真還是假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問了一些 很便宜的東西 你知道香港人多聰明 多聰明 都是一定找到最好的 最便宜的 但是他的分析能力 和他最生氣的 是否夠呢 就是另一回事 這是一個因素 那他的結果出來就是 因為想買多些便宜的東西 買多些便宜的時間 有 demand 還有 surprise 那你如果 demand 你要求是便宜的 那供應商 一定要盡量符合你的要求 那我剛才說你要耐性 那他在供應商那裡 為了要達成這宗生意 他硬硬要做便宜 因為售賣價或者 offer 都是會低一點的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好像聽起來好啊 那也是一件事 但是很壞不壞 就是當你出了一個低的價錢出來之後 後期是否做到呢 周圍的東西 配不配合到呢 所謂什麼周圍的東西 你夠不夠錢交租呢 你又夠不夠給錢人工呢 因為這些配套的東西 你不一同去減低下來 只是售賣價減低 其實這個經濟學上面的東西 都是一個package的東西 即是有機會 offer 給你便宜那間公司 他都想不到自己都 manage不到之後 生計都不行 搞到可能他要撿爛尾 都是他那些 就是為了拿客戶回來 然後就延續不到 他初心 即是這個初心 即是他本身是想著可以的 但真的接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是另一回事 好了 那是怎樣 硬硬著頭皮也要做下去 做下去會產生什麼呢 會周圍減成本 偷工減料 要去想辦法都要向這個價錢 一經開單之後 就四方八面圍繞至這個價錢 去減成本 減時間 那你變成那些質素 一定會差了 甚至服務都會差了 因為想快些搞定這件事 那這個可能都算是 我們近年大家很大機會 會面對到的一個趨勢 沒錯沒錯 其實必然發生 因為他一路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本身的物價調整 那你有通貨膨脹 也都有加息的原因 然後又令到減息 希望那些人多花錢 這個是很自然的經濟上面的調節 也都是 如果當他一些物價太貴 他要減低 是必須由高處跌下 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 其實是很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其實現在通貨膨脹 那些物價只會越來越貴 萬一你光顧一間公司 它是便宜了 總會有些問題發生 或者稍後回來再說 因為原來會掉下來 可能會有些問題 我們小心點去看看價錢 好的 Hello教育主 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真是很切切實實 我相信每一位看著我們 或者聽著我們的朋友 可能他們都在想 我想裝修一下 想便宜 原來有很多東西要留意 要教一教我們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要循序漸進 它便宜的 其實你可以拿回舊資料 幾時幾日 大家的行價是多少 現在因為經濟不好 或者大家都減價 會希望一個 一個很好的叫做博弈論 即是大家你鬥 我鬥的時候 我們的價錢是會鬥下去的 那不要緊 因為其實大家下去的時候 它必然大環境也會有一個配合 其實我們也叫做市場調節 其實在經濟或者管理學裡面 環境的一個因素 是會影響你怎樣生存 以及怎樣去創業 或者怎樣去經營那盤生意 好環境也有好影響 差環境也有差影響 也有差的機會 也有差環境也有差的機會 好 我再直接說一下 如果它斷崖式下跌下去的價錢 你一定要小心 你慢慢的斜坡向下跌下去 就是應該對的 但亦可能會下跌下去 這樣才會更加健康 如果不是會怎樣 剛才會發生一些事,有些公司準備倒閉 或是真的過不了關,要現金樓的時候 它會任何價錢都接的 但你覺得好像聽說,你有好處,但其實不是的 你是沒有好處的,因為它拿了現金樓 不是代表它一定可以經營到公司 或者亦可以另外說,它會想盡辦法去做事情不好 但事情不是減成本,它必然產生貨品出來 或者服務都不好,你身為一個用家 你就變成了與這件事其中的受害者 那就變成爛尾了 未必到爛尾也好,爛尾就是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後果 最近我們自從接了一個部門 儘量在ESG和CSR裡面 希望我們能夠突顯公司的價值 我們都拿了一些熱線 在這半年至一年期間 我們都接了很多不停的求助電話 但是我們都 以我們的認知和我們的方法 我們都幫不了很多 我們儘量是給到意見 甚至乎叫它很順利地 怎樣去做好件事 不要對抗,或者大家如何一人讓一步 甚至乎作為聆聽者 我們聽了很多很不開心的電話 其實這全部都是期望落差的後遺症 在我看到這麼多電話打來 我們不是幫到很多手 是一半都幫不了 為什麼呢?我想知道 因為它牽涉到之前的事 包括很多合約的問題 還有結構性產生的問題 已經是不能還原,不能拆 甚至乎裝修已經六七成了 如果再走回頭 它會再扔多些錢 我們也有些真的會扔多些錢 說是扔多些錢 是扔了幾十萬出來 就是為了要走回一條正路 那你就要犧牲成本 因為你原本走錯了這條路 沒錯 它走錯了這條路 再加額外的成本 你說人生做一件事 不要說成到二 它用三十萬裝修 現在用六十萬裝修 真是天啊 真是人間悲劇 但當你用回1.5 用回45萬裝修也好 不如你最初的時間 真是認真點 小心點 去選擇一間 或者是做多些功夫 你的意思是幫不了手 就是因為除非它真的由頭來過 如果不是呢 到最後它浪費這麼多錢 想由中間介入的話 在這個裝修或者設計的行業裡面 不是那麼容易的 它最主要 整理給它入伙住 是應該沒問題的 最幫不了手的是什麼呢 整理不到它喜歡的房子 啊 因為人生唯一的家 如果你呢 真是去想扔出錢 做了一間房子出來 希望都是好的 是啊 很可惜做了出來 不是它們的理想的東西 如果要由七成的時候 再做下去 我們至少都十成都好 都是它不理想的東西 那就是啊 那我們沒有辦法 改了結構性的之前的設計 或者是裝修的東西 好了 當它真的花了1.5倍的錢 再入伙 但是不是拿了一個幸福家庭 我們也希望家同夢想 其實我們就希望它入伙之後 就是很開心心的 看到它一家 都是拿到和諧、幸福、快樂 其實是我們公司的原景 啊 我用市民的角度想 是不是有時候 特別是我們這些行業人 走去光顧一間公司的時候 他跟我說 十元搞定 十元幫你弄了AI門 AI牆牆 電視機 原來其實是要一百元 我到找你求救的時候 啊 AI要一百元的 你十元我完成不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 最初那個溝通已經是有一種 那根本上很離地的 就是promise 所以其實根本 就是那個消費者 都已經是 就是它預算不是那樣 是啊 因為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環境 它都是一個很 無限可能會發生的地方 就是一個地方 其實很多可能 在世界各地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香港真的很多奇蹟 還有很多無限可能會發生了 那也是我們一般香港市民 生活了幾十年 看到的東西 如果它是會信有奇蹟 和會信有可能的 那它就會去說服自己 接受這個表面上是沒有什麼可能 而是最後來都是闖禍的事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兩難的事情 如果我給一些提示 就是這樣說 你首先問自己的問題 它的可行性行不行 如果真的不是那行真的不懂 可能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它就說了這件事給我聽 我真的完全無高把尺 其實你用一個買手的理論 就是你可能現在有很多買手的 就會覺得貨給三家 拿三個的 你拿多你自己 找自己辛苦 你去拿了幾間出來 大家都除了會感覺價錢之外 你也都面對著對方跟你去接觸的人 其實是沒有得騙的 對方跟你聊天 以及散發的魅力 或者散發的說話 當中會不會有些眼神 身體語言 可能是很高深的事情 但其實人與人之間是感覺到的 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經過這些審查 以及消費者行為裡面的前段成本 做得好了 你後面就舒服了很多 即是教主認為 作為消費者你都不可以懶 其實你都要做功課 你做功課是保障你自己 沒錯 而且它帶來的壓力太大 因為真的 我是說 真的跟生意失敗的感覺 都沒有分別 因為一經錯了之後 那些煩惱頭痛 而且你要最慘最慘 是要面對這件事 你要面對它 下次裝修 十年來 你都要面對一些不喜歡的事 當然是十年 所以大家要裝修 那樣東西都要小心 這個叫做有機會爛什麼 其中一件事 其實還有其他衍生的問題 都有機會發生 沒錯 我們稍後再說 為了減低成本 如何去做人力資源 是切實實實發生 我們了 Relative 是的 稍後再談 繼續來施加哥 是大夢想家 即就是今年的話題 教主真是很切実實常和應對我們 因為真的經濟沒有辦法 然後大家生活的時候 沒辦法 經濟好與不好 我也想生活得好些 有一個夢想家 裝修 剛才你說 帮襯了一些公司,他營運得不好,撿了變成爛尾 另外你還說有其他問題 爛尾剛才已經說到慘了,我們再嚴重提升多一格 這個是切切實實現時正在發生的 但是我形容一下,我大膽說一句,我不可以代表業界 但是我寫的文章出來寫了,業界束手無策 這句話是業界束手無策 那為什麼呢,這個束手無策就是關於這家很多 或者是有數字的,是很多拉了很多下來 只是說我們這一行,不要說第二行 會是幾千,我們說2023年 是差不多連黑工,連僱主,黑工就拉了三千多 這個是全香港的數字,就不是只有這一行 我當它是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其實我們這一行發生的事都很厲害 都看過裡面的數字,你知道我們做學者 最喜歡看一些數字的數字 看上去,原來包括很多的,都是由於一些 他都叫做非法勞工,他們來到香港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有一個特性 就是工廠已經懂得做安裝傑司 在國內的人工又便宜了 他生存的紅利比較強 因為他包括油漆,或者豆木,或者水電 都是比較香港便宜的 會推到香港裡面,完成一個裝修單位 是在發生很厲害的 你的意思是在內地的人就直接 可能過了關來,香港裝修也是他的 那他沒有這個合法的申請,就是黑工了 沒錯,你必須有香港身份證 定義就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粗手無策就是這樣 我們又沒有辦法由自己的角色去 怎樣去完成,或者舉報一個單位 但我們每天都看到某一個屋苑 例如我們年初的時候有一個大埔屋苑 入伙的時候有五千個單位 一起進行的 但是你去到那裡,很肯定你周圍的人 是有點不妥 其實我絕對沒有什麼大於歧視 新移民也挺有動力 在香港的服務動力是很厲害的 我肯定是很多是新移民 但也有很多,我簡直覺得他們連車都不會搭 法例歸法例 當然每一個城市都有很多很勤力的人 但是香港真的不可以聘請黑工 你不是香港人的話 你來到香港工作就是犯法 好了,譬如如果我真的光顧了 除非我去檢查他 我想我找人來我家裝修 我沒試過檢查人生的情況 他怎樣檢查呢 就好像剛才我提供過一些這樣的情況 是不能檢查的 是亂了大龍的 我們每天去都好像打仗一樣 因為包括車又多,人又多 你試想想一個單位 一個屋苑五千個單位就入伙 即是你說新的 一個新屋苑,政府屋苑來的 你一起去的時候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包括衝突打架,搶位,搶停車場,搶電梯 你還期望保安跟你登記去是什麼人 不可能了吧 我們說得對 我相信在這裏當中 我可能普通觀眾未必知道 大家問一問 新聞我們這個行內的 你自己在那裏的 是不是真的有過這個感覺呢 因為我也是高參與度的人 我去到那裏都可以看到和聽到和知道 是有很多黑工的活動在內 但束手無策就是我沒有辦法去查他的身份證 知道他是什麼人 但很可惜 這個屋苑逮捕的人未必 好像沒有很多 是嗎 所以可能在2024年的反映 我就真的不知道 但我們眼看到的東西 希望我這樣說這麼多次束手無策 就希望有辦法的人去出衣援手 我們只是年初的一個例子 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不是一個問題的就不要說 但我很相信以我的經驗和我們的感覺 未來一日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因為某個爆了出來之後 就這個現象停下來 其實這個是社會現象 有什麼問題呢 例如對於大家來講 最關心的就是我請了黑工 他被人拘捕 關於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我經常聽到的事情 包括我在我的朋友之中 真是親身 親身跟我說的 因為我聽他的電話之中 因為我幫他 完全就是無償的幫他做事 然後他最後真的找了一個 在佛山的親戚 在公開工廠的 就會跟他做他的家事 那我連這間房子也好 我是幫忙一起賣 幫忙給他意見 幫忙給他意見 對 但是怎樣去做 我都給他一些資料 因為始終是朋友 但是很可惜很可惜 我差不多說到肺也掉了出來 他也是不相信這樣是有事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覺得親戚而已 為什麼不行 你覺得行不行 親戚而已 他說親戚來幫我做事 為什麼行不行 都不行的 我在婆羅乃的親戚 都不可以來香港做事 都是犯法的 根本是不可能 我說你這樣更加斷正 如果你開張單給你這個堂雅哥 反而沒有問題 不是沒有問題 也有些問題 我們逐個來 首先我回答親戚的問題 親戚基本上你沒有合約 沒有成 你根本變成僱主 僱主就會發生你請他 那你就是黑工那個僱主 抓一個黑工 抓一個僱主 你就在內 刑罰是由兩年 變成坐十年 還有陪這個 是五百萬 五十萬 對不起 是五十萬 你十年 還有你真的犯法 被人抓 是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發覺 很多人 我都已經剛才說到 牙血都出賣了 他都是不相信這件事 我也都覺得他會發生了 就是正正現在大家輕視了這件事 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 不要做這件事 是啊 真的不要做這件事 我真的好像朋友都不能做了 因為我都沒有再接過電話 他都不相信了我 但是大家不要這樣做之餘 那怎樣避開呢 剛才你說的那些是知道的 這個是我的親戚 我知道他不是香港人 有些我不知道的 譬如說我在網上幫襯 或者我甚至乎有些人上網 幫襯內地那些 那我又怎樣斷定究竟 他是不是香港的合法公司 還是他純粹一個內地的公司 又可不可以在香港做 這些都很多風險 是啊 不如這樣 因為他這個問題都挺複雜 他分幾個層面的 我們稍後回來 就逐層去解構和分析這件事 好嗎 好 回來又要重新一層一層 說回我們上一節 黑工的問題 親戚那裡大家都明白 其實我們已經去到另一個層面了 好 如果另一個層面 就說很多我們的客戶 都認為 甚至有很多常識的 認為簽了一個約 跟一間公司簽了之後 他的責任 你已經沒有了責任在這裏 因為那個工人 所有的保險 所有的東西 是那位跟你簽約的公司去負責的 好 這個第一個層面 你首先要明白這間簽約的公司 他是不是香港的一間有合法的公司 原來他已經隔了一條線 在我們大灣區裡面的公司 你是香港和大灣區的公司 是我們兩地的法律 是一國兩制 我們是不可以追溯到大灣區那邊的 這一個大家都應該很容易理解 這個明白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變成一個懸空的狀態 約是簽約了 簽完約之後 但是那個情況 是你仍然 當那個約是不生效的時候 你就自然又變成一個僱主 是啊 直接的僱主 直接的僱主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又是相同了 相同的是什麼 十年 對不起 十年五十萬 十年五十萬 這個我都覺得很… 通常是這麼說的 我也真的看了很多數字 第一次初犯都是很… 大概… 不要大家… 不要拿來… 不要拿來爭辯 不要拿來爭辯 我看了很多數字 初犯六個月而已 倒是呀 你都不要 六個月而已 六個月而已 六日也不行 是啊 你不要說真的判到你進去坐 但是你六日 真的抓你那一天 你都已經暈倒了 還有就是 都是想一個舒適的家而已 無謂… 就是這樣挺而走險的 就算他不是挺而走險也好 他這兩個情況下 在common sense 和在他的… 我們叫做 他認知層面 beceive level 是認爲得的 是 他認爲得的 我還沒說到這個人去搏 好了 那麼我們再升一個層面 再升一個層面 就是去到了 這間公司 是在大灣區的住宅公司 經濟不要引起這個 爛尾和片段 就是設立了這個話題 因為現在國內經濟都不好 其實都無他 一條腿跑市場 一條腿就要去發展創新 那他呢 就反過來 現時呢 香港是真的有這個 切實的需要 也都是 需要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那個價錢 日價都還有很多 那麼他發覺到原來 是最快做到的生意 就是跳過來香港 來去做生意 那麼他就在香港再開一間公司 就是開一間公司來 由這間香港 接你這個香港的傢俬 或者裝修單 那我沒有非法了 我光顧香港公司 在這個情況呢 我們身為聰明的顧業主 我們必須要知道這間公司的實質性 存在性 或者他有沒有真是這個 在這 有間公司 你大家都看到 東張西網 上到去 原來是沒有間公司的 是登幾個公司的 或者是一個 拿一個商業機構 拿一個 所謂BR 沒錯 沒錯 甚至乎我們親身的經驗 根本這間公司是說的 不是真的 那還怕 好像你說做一單裝修 要想那麼多 其實也不是不想的 因為都很重要 你按一按按鍵 查一下他間公司的存在性 最好就是去看看他間公司 不要靠網絡 因為現在人生的東西 就好像實體店 就在這裡存在了很多年 歷史 但現在大家都接受 在網絡買東西 竟然幾十萬都這樣 去做網絡買東西 我就覺得很大問題 而且有些人想著 上網賣傢俱 哇很便宜 買回來香港裝 其實質量也是 很大問題的 那我再去返回 剛才我上兩次所說 我們貨比三家的貨比 麻煩你去那間公司 看完的線 叫貨比三家 可能他叫貴 貴得來有原因 當然他那間公司好一點 人好一點 好了 這個level 剛才我又說 又高的level 雖然有一間公司在這裡 但你要不要忘記 如果那間公司收拾了之後 最後收拾了 因為承受不了那件事 保險不頂不住的時間 你又是一個 另外的僱主身份又出現了 又是什麼 又是那隻五十萬十年 又是 好像你 嘩 整天在說這件事 其實是真的 每天都在想這件事 你就會小心一點 嘩 好累一下 我不如找一個合法的 可靠的 貴一點點都給他 沒錯 就應該找怎樣 不要外行教外行 不要外行教內行 其實專業有個專業性的 我再去到最高層面 我當你全部這間公司 又差什麼都好 搞定了 沒事沒事的 但是會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你光顧他之後 他頂得住也好 怎樣頂不住也好 有些很多個案 是說賠千多萬的 某觀塘的地方 前逢倒了 摘到工人 其實這一按就是看到的 賠千多萬的時候 你覺得那間公司 會不會頂住呢 有沒有保險頂住呢 這些就是全部我們要想的問題 最後這件真實個案 這間公司真的為了這樣 撿了他 接著那件事 就將責任歸 因為沒有人追到 因為觀塘這件事有物業 就追到物業的擁有人 最後判案是賠千多萬的 哎呀 賠千多萬 你為了做一個裝修賠千多萬 同以同時再帶出另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 其實一個人的自由意志 沒事就笑奇奇 大家因為真的覺得沒事 這件事會發生 但是當有事的時候 會出現了一個心理學現象 叫同酬困境 你想想如果那個工人 在你的單位裏面發生意外 受傷 你要陪他一輩子 工作的 可能又說五千萬 你想想他會告不到人 他會告誰 我到處都不告了 當然最快找業主 也都可能 就算這個工人 都是覺得自己不對 他的家人也會繼續追業主 所以在這個同酬困境的情況之下 他一定是會 本來他都不想的 但是裝修工人或者黑工 一定會追著業主去追下去 沒有僥倖的 沒有僥倖 這件事是必然會發生的 所以作為業主 如果你找裝修公司 你責任其實都很大的 當責任這麼大的時候 就真的要找一些可以保障到你自己 和保障到你的質素 沒錯了 其實現在我覺得有些可悲 都是有些自己心裡而發的 做裝修設計而已 第一個條件不是考慮他手工好不好 服務好不好 考慮他有沒有爛尾 考慮他有沒有黑工 好了 考慮一下這間公司的黑工 不是黑工 其實我自己 我也想在大便幫我講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行業 有些專業職業 我們叫做職業工人 他是無論如何都想去找保險的好處 老闆的好處 他是到處跳到處跳 我們都有這些名單在 但不公開得 因為私隱的問題 因為這些情況 事實上我們同學都在發生 即是他會怎樣 受傷我開兩天工 沒錯 其實不是只有我這個行業 很多行業都有 建築行業是特別多 所以你想想 剛才我由低級到高級 無論小頭痛大頭痛 你又要去律師 又要去法庭 又要去荔枝國 或者任何地方 即是我們所說 我要坐牢的時候 其實是否真的值得 又要給50萬 又要給這個 坐10年的監禁呢 雖然經濟不好 希望大家要聰明一點 保障自己 有些錢就不能省 亦都找個可靠的人去幫 有什麼事 我想你問教主 一定會給到這些 其實今次我想 除了自己之外 我呼籲一下 是怎樣呢 束手無策這幾個字 我今次說了五六次 希望有關當局部門 真的要做多一點點事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都做不到 只靠有關人能力去幫助我們 大家不相信的 可以拿起電話 按一按 我想買家具 我想裝修 看看有什麼回應 你就明白到 以及切實到 我今天所說的 是沒有假的 好 這集時間夠 我們下集見 拜拜 設計情報中心 作為禮建德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屬成員 二十多年來 一直自力提供 專業可靠的室內設計 和裝修服務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 除了有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二千個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 和3D效果圖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 都必須嚴格遵循三大國際 ISO指引 當中包括 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 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 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 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 自家會員計劃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 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 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 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 雙倍D points積分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就要看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 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 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無故以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接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負責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和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套 來到DIC和設計師初次會面 不需要下訂 不需要等收樓 不需要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和傢俱擺位都一目了然 更大大減低了溝通上的誤會 in-ray machine引入3D VR技術引擎 配合AI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場紙、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拍 而且可以360度無視覺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的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游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讓美女的第一類更懂 invest Back to 如果要看更詳細的單位乳手設計 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單位設計 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找我們的設計師談談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 快點來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吧